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又来到了我们的每周新闻系列 今天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游戏里的新闻大小事 这周的新闻相当有趣 Twitch平台实况主再出新招迎争议 知名游戏工作室遭到了骇客二意外流资料 中国游戏产业即将受到大冲击 让玩家们拍手叫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吉米马叔 首先我们就来聊聊Twitch平台的状况 玩家机密在不久前就有跟玩家们分享了 关于国王心意的直播风潮 在Twitch官方允许进行较为艺术裸露的直播之后 平台上也出现了全魔乱舞的景象 各种敏感的二创绘图 直播让玩家们都感到无语 可到最后官方还是选择了反悔 撤回了全新更改的政策 依旧禁止实况主们做出一些色情内容 这样的操作再度让社群规范 陷入了灰色地带 国王的新衣仍然畅行无阻 大量的女实况主在实况上大展身材 只不过最近Twitch平台又出现了全新的趋势 那就是马赛克风格 过去的国王新衣 女实况主只需要身穿无间平口背心 并躲在镜头底下就可以让观众遐想 而这次他们则利用了黑条来遮挡住重要部位 将镜头扩大至全身 让玩家的遐想空间再度升级 当然黑条底下还是有穿泳装比基尼的 这样的趋势更是让许多的男实况主效仿 像是Tekton就在实况上吐槽了Twitch官方的政策 甚至还有一位男实况主 因为选择了黑条直播 而遭到突然进来房间的妻子批评 而且这个黑条直播还被玩到了另一个境界 像是一位叫Lara的女音乐家实况主 直接穿上了实体黑条来进行演奏 让许多观众感到恶趣味十足 他甚至还在某次直播中 为自己的全身打上了马赛克 让人有更进一步的想象空间 然而在这次的黑条趋势中 有人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 不知道玩家们还是否记得 玩家机密过去介绍过的 Boogie2988实况主 他不久前就在直播中脱下了裤子 展示了自己肥胖的身材 并利用自己松弛的皮肤 就挡住私密部位 嘲讽着Twitch官方 这样的行为 无疑是让他遭到了官方封信 他这样的举止 遭到了不少玩家的谩骂 让人大喊恶心 就连国王心意的始祖Mokpai 也在推特批评Twitch平台 竟然能够接受男生展示淡淡 而Boogie2988则是在被封禁之后 于推特大骂Twitch平台 启示肥胖的人 表示自己在实况中 并没有露出私密部位 还用了双层松弛的皮肤 来遮挡住了他 让他感到无法接受 对此网络上也拥有着不同的评价 一些人觉得Boogie是在用行动证明了 Twitch官方的双飙操作 一方面的玩家 则是在拿他的身材来当作玩笑 虽然Boogie在直播上 做出这样的行为确实不恰当 但就连其他男实况主 都跟风黑条直播了 Boogie却惨遭风劲 确实是挺无辜的 对于这样的事情 玩家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接下来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游戏资讯啦 近日索尼旗下工作室Insomniac Games 可以说是迎来了最黑暗的时期 遭到了一个叫Risida的骇客集团侵入 获取了超过1.5TB的百万份文件 当中就包括了工作室未来的蓝图 员工个资 内部机密等档案 而骇客组织也把这些档案当成筹码 来要挟对方 以价值200万美金的比特币 作为其标价 公开拍卖文件档案 但工作室最后选择了拒绝妥协 因此就遭到了骇客集团 流出了大量的机密文件 其严重程度甚至还比GTA6 那时候的外泄还要惨 除了漫威金刚狼开发中的游玩画面 美术等遭到外泄之外 工作室未来10年的未公开项目 也都遭到了曝光 当中就包括了像拉杰特和克拉克系列 蜘蛛人系列 以及漫威宇宙的全新作品等 在这里就不放出外流的画面啦 虽然许多玩家在看到了 工作室的游戏品质充满了信心 但这样的遭遇 对工作室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许多业内人士和工作室 都纷纷在推特中声援 Insomniac Games 并且批评了骇客组织 外流员工各自的行为 希望团队可以度过此难关 同时也能够在未来 继续释出让人相当期待的好作品 玩家们又有什么想法呢? 下一则新闻 距离浩劫前夕这部翻车之作 已经推出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发行商MyTona的官方也宣布 Fantastic工作室已经正式停运 创办人至今依旧身影 而浩劫前夕也因为没有人能够继续经营 因此伺服器将会在2024年的1月22日关闭 并且发行商将会与Steam平台合作 试图让所有玩家能够得到全面退款 浩劫前夕的王朝也就此陨落 只不过有玩家就发现到了 第三平台依旧在贩卖浩劫前夕的游戏序号 而且价格还被炒到了超过200美金 甚至已经接近400美金的地步 因此在这里也提醒玩家们 游戏已经正式关闭了 所以可不要去购买一个不能再玩的游戏啊 现在要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来自中国游戏产业的新闻 日前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发表了一个 网络游戏管理办法的草案 向公众征求意见 而草案中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游戏出版经营的列表中 第18条就有提到了 网络游戏不得设置每日登录 收冲 连续充值奖励等诱导性的奖励 更是得设置用户充值的限额 避免用户出现非理性的消费行为 就连虚拟道具也都不得以操作 拍卖等形式来提供高价交易的行为 至于27条的随机抽取条例 则是要求网络游戏出版经营单位 在提供随机抽取服务的时候 需要对于抽取次数和概率 做出合理的调整 不允许他们让用户过度消费 也都得允许玩家使用游戏币 来直接购买获得 如此一来 手游普遍的抽卡抽装备机制 或许在未来可能会让玩家 直接使用固定数额的游戏币 来购入角色或者是武器装备 当然这项草案仍有列出了许多的条例 像是不得强制玩家对战 不得带有诱发未成年模仿违法犯罪行为 恐怖、残酷等妨碍未成年身心健康的玩法内容 同时也鼓励研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科技进步 具有创新价值 有利于身心健康 寓教娱乐的网络游戏 开拓海外市场 加强国际合作动 虽然目前这只是一个草案 但有些规定就得到了中国玩家社群的大力支持 认为这些限制会帮助游戏环境得到改善 打击如逼克、抽卡机制、各种冲钱活动的游戏 鼓励工作室可以往精品化前进 不过假设上述提案如果成立 那对于中国游戏产业来说 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许多正在经营的游戏 其运营模式将会面临大改 游戏营收也都会受到影响 至于这样的草案 会获得玩家们支持的原因 主要是这些限制可能会让公司 专注在游戏的品质上 打击各种免洗手游 甚至会开始往足迹电脑的平台发展 以开发精品化游戏为核心 步入买断置游戏的轨道 从而产出更多优质的游戏作品 甚至是属于他们的3A大作 当然这项草案可以说是一个双面刃 环境能不能变好 取决于工作室 未来会用什么方法 达到公司与玩家都能够互相破例的平衡 在这项草案发表之后 腾讯、完美世界、网易还是B站的股票 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 能够明显地看出这项草案 对中国游戏产业带来了多大的打击 不知道玩家们对于草案中的内容 又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讨论哦 最后就来跟玩家们速报一下游戏资讯啦 成立属于Labsus Dollar 国际駭客组织的18岁自闭少年 Arian Kutach 是一名有天赋的骇客 他曾因为害入NVIDIA而遭到警方逮捕 并被保释于一家饭店中 结果他却在饭店里 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 只利用自己的手机、键盘滑鼠 和饭店的遥控器跟电视 就害入了R星内部窃取大量GTA6的游戏片段 而就在最近 法院也终于对他有了审判结果 根据心理医生的报告指出 少年仍有强烈的网络犯罪意图 因此也决定判处少年 终身待在监狱医院中监禁 不过说实话 这位少年的害入能力真的是逆天 竟然只靠手机、电脑和遥控器 就害入了R星公司 另一则新闻 2023年突然爆红了中国游戏 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 其工作室 不久前也在微博正式官宣系列续作啦 这次的二代将会换上古装回到过去 和六位妹子开启甜蜜的故事 预计会在2024年2月正式拍摄 不知道玩家们又是否会期待呢? 顺带一提 初代的人气角色 林月卿 饰演浩浩妈的王星成 就在圣诞节的直播中 向粉丝们宣布了 自己已经怀孕两个月的喜讯 并表示日后会开始降低工作频率 当然孩子的名字并不是叫浩浩 而是叫做慕恩 小名为月亮 对于这样的消息 许多玩家都感到震惊 网络上也都充斥着不同的声音 一些人给予祝福 一些人则是谩骂 还有一些人则是调侃 像是表示自己当时候已经带了 还有人则表示自己更加喜欢他了 果然曹贼金毛无处不在啊 玩家们对于这周的新闻 又有这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